第二题 甲行星的质量是以行星的25倍 两卫星分别以半径为R甲R乙的圆轨道绕行甲乙两行星 若R甲比R乙是4 则两卫星分别绕行甲乙两行星的周期比值 T甲比T乙为何 这题他有点绕舌 只要看得懂他的意思其实没有很难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他到底在问什么 他说首先他最后要求的是两卫星分别绕甲乙两行星 所以说有两卫星我们可以叫他A和B好了 两卫星一个叫A一个叫B 一个叫A一个叫B 然后A是去绕甲 A是绕行甲 然后他用R甲的轨道去绕行甲 那B是用R乙的轨道去绕行甲乙 这样子 A的话A的话是去绕这颗M甲 以M甲为中心天体 然后B的话是去绕M是以乙行甲为中心天体 这样子 这样子 而且他们绕行的轨道半径有 有比例关系 一个是B一个是R乙 一个是R乙 那这两个比是4比1 R甲比较大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啊 他不是绕同一颗星 很多题目都是绕同一颗星的 比如说就两颗人照卫星都绕地球 那这时候他的这个大M都是一样 但今天这个大M是不一样的 只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题就很容易了 那他会用到的概念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的概念是 T平方分之R三次方 就会等于大G大M除以4π平方 这个是有发白纸下去请各位写下来的 好 或是说上一题也有提到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之后呢 可以整理为T就会等于2π跟号 而三次方去除上大G大M 这样子 好 那只要有这个式子就代表说 我们找到了大T 我们找到了大T 与R 及M之间的关系了 那这就刚好是题目所给的一些条件 题目就是要求T 对不对 求T 大T的笔值 然后他给了什么条件 有大M的条件嘛 大M的条件是什么 质量差25倍 在第一句话 假行星的直量是以行星25倍 所以他有大M的条件 以及 R 轨道半径的条件是4 它们的 比例 好 这个 R R 轨道半径的条件是4 有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找出T的笔 它所用的式子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来把他给的条件带入 首先T 甲 是2π 跟号 R 甲 三次方 再去除以大G 这时候这里啊 这个大M啊 本来应该都是地球质量 或是中心天体质量 中心天体质量 现在 是M甲 这体质要特别是插在 这个大M是两颗 不一样的中心天体 再来T 乙呢 是2π 开根号 R 乙 三次方 去比上大G 大M 乙 这两个式子去相除 相除就是我们所求的 所以我们让1去除以2 再等号左边你会得到 好 题目要我们求的 T甲 比T 再等号右边呢 则是 根号的 R 甲 三次方 比上大G 大M 甲 再去除上 根号 根号的 根号的 R 以 三次方 比上大G 大M 以 我这里是写的比较慢 好 让 让同学可以看一下过程 大G都会重复的 所以就上下消掉 然后被除的 放在分母的分数可以变成导数 然后乘上 再分子的部分 乘上去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 R 甲 三次方 比上 M 甲 去乘上 根号 M 以 把分母的导数 去乘上分子的部分 所以就变这样 那根号里面的 又可以合并 所以之后变成了 R 甲 以R 以 括号 三次方 再去乘上 M 以 比M 甲 那这两个 这个部分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题目告诉我们 R 甲 比上 R 以 其实就是 4 所以 4的三次方 然后 在 M 以 比上 M 甲 这其实是 二十五分之一 好 所以最后结果是 根号的 4 的三次方 再乘上 二十五分之一 好 所以呢 4的三次方 是64 所以是 二十五分之六十四 再开根号 所以结果就是 五分之八 等于 一点六倍 就不可能 下去了 五分之一 但是 我们 再来 一个 一 二十五分之一 一 我 是